我相信大部分人面对你手上的工作 你一定都会希望能够把它做好 不只是做好 而且是要做满 当时呢 尼西米他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他就是要重建城墙 这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 他需要的是一群有热情 有专业的童工 不只是如此 他还要想办法 让每一个人在做工的时候 不会偷工减料 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难题呢 尼西米他非常的有智慧 让城墙完工了 在尼西米记第三章里面 他有提到 毕亚敏和哈树修造了在下一段 就在他们房子的前面 亚南尼的孙子 马西亚的儿子亚萨利亚 修造了在下一段 就在他房子的前面 他让每一个人呢 去修筑他自家门口的那一块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他在修筑的时候 就好像他在修筑自己家中 前面的庭院一样 谁会希望自己家里面 庭院或者是城墙 是修得破破烂烂 而且随时都有可能倒塌呢 一定不可能嘛 所以今天面对自己前面的那一块地 他一定会非常的负责认真 而且呢完全不可能会偷工减料 还会把他修得美美的 非常的坚固 同工们 我要祝福你 今天我们都是神的仆人 尼西米的智慧 同样的也在我们的里面 面对我们手上又大又难的事情 今天神也要同样的把这样的智慧 加点给我们 让我们在我们的客业 家庭 工作 或者是在我们的服饰上面 不只是做好而且做满